解读微股,去说美股,畅谈港股,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 很多人还是没能完全把握。所以这里不定时答疑,各位有问题的,最好集中一下。本ID有时间可以把其中典型且重要的回答一下。 一、第二类买卖点的问题。简单的,就说第二类买点,卖点的情况反过来就是,第一类买卖点就是被吃点,第三类买卖点就是中枢破坏点,这都是很清楚的。 而这第二类买卖点,好像还是有很多不明白。其实,所谓第二类买点,就是第一类买点的次级别回抽结束后,再次探底或回试的那个次级别走势的结束点。 这个定义在前面说得很清楚,例如,一个五分钟底被吃后,第一类买点上去的一分钟走势结束后,回头肯定有一个一分钟的向下走势,这走势的结束点,就是第二类买点。 那么,第二类买点,有哪几种可能的情况? 一,最强的情况。第二类买点刚好构成原来下跌的最后一个中枢开始的震荡走势的第三类买点,也就是第二,三类买点合一了,这是最强的走势,这情况。 一般都对应尾形反转的快速回升,是最有力度的。 二,最强的情况。 第二类买点跌破第一类买点,也就是第二类买点,比第一类买点低,这是完全可以的。 这里一般都构成盘整背驰,后面对应着从顺势平台到扩张平台等不同的走势。 这在后面的课程里会说到。 三,一般性走势,也就是前面两者之间的走势。 这种情况下,第一,二,三买点是依次向上一个比一个高。 站在原来下跌最后一个中枢的角度,第一,二,三类买点都可以看成是中枢震荡的结果。 因此,在第二类与第三类之间,可能会存在着更多的中枢震荡走势。 不一定如第一,二之间是紧接的。 那第二类与第三类买点之间的震荡买点,一般就不给特别的名称了。 当然,也可以看成是第二类买点,这样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注意,只有在这回升的中阴状态下,才有第一、二类买点。 中阴状态结束后,所有的中枢震荡只存在第三类买卖点, 以及中枢震荡的买卖点就不存在第一、二类买卖点了。 两,走势必完美。 这问题,估计没有人能真明白,因为这里学过现代数学的人很少, 所以对这样整体性的问题,估计只有糊涂的分。 所谓走势必完美,就是本ID所给出的分形,比,线段,不同级别走势类型, 所对应的地规函数,能将行情的任何走势为一地分解。 唯一分解定理,在现代数学理论的任何分支中,都是核心的问题。 一个具备唯一分解定理的理论,都是强有力的。 例如,当时在解决费马猜想时,用到分原域的问题, 但分原域没有唯一分解定理,也就是唯一分解,并不是总能成立, 这样只能引进理想数。 使得在理想数的角度,能让唯一分解定理成立, 从而展开了代数数论一个全新篇章。 本ID理论最牛的地方,就是把仿佛毫无头绪的股票走势, 给出了唯一分解定理,也就是走势必完美, 这等于引进理想数,使得代数数论升堂入室一样牛。 数学不行,当然看不明白这些关节。 很多人,整天纠缠在分形如何如何上, 只能证明这些人根本没看懂本ID的理论。 分形等于D规函数的A0,这完全可以随意设计, 如何设计都不会影响到唯一分解定理的证明。 但现在这种设计,一定是所有可能设计中最好的, 这使得比出现的可能性最大,并把最多的偶然因数给消除了, 使得实际的操作中更容易把走势分解。 注意,很多人连分形都没完全搞明白, 分形不需要任何假设, 只需要符合定义就可以, 是否符合,只有唯一的答案, 不需要任何假设。 有了走势必完美, 就可以把一切关于走势的理论包含其中。 所以本ID的理论可以包含所有其他的理论, 并指出其不足的地方, 就在于本ID的理论解决了最根本的理论问题。 唯一分解,当然对于这个问题, 如果有好的现代数学背景, 理解得更深一点。 当然,如果不明白的, 也无所谓。 本ID已经把大的背景藏在后面, 给出了浅的, 谁都可以应用的操作方法, 把那方法搞明白就可以。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